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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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關鍵下一秒 今天台北股市 還是維持了一個上漲的一個格局 好 但上漲的格局 觀眾朋友有沒有賺到錢 下午是今天的會員朋友 我相信就會很開心 因為今天我們有盤面上 少數早早就攻到漲停板的 一檔股票叫做利基 好 但這個部分 我稍待我在節目的中後半段 我再來跟大家做分析 首先我們還是要針對 行情的一個部分 先來跟大家去做一個解析 觀眾朋友 今天股價上漲 台北股市是重新回到了8,716點 今天是漲了31點 好 但是我覺得今天收在哪裡 其實並不重要 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今天是最後尾盤 其實盤中大部分都是一條線對不對 幾乎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波動 但是到了尾盤 結果突然神榮擺尾 今天是以最高點來作收 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行情看起來似曾相似 為什麼 因為昨天才發生過一樣的事情 昨天也是最後尾盤向上拉抬 收在當天的一個最高點 所以現在我是要問各位 連續兩天 台北股市都是收最高 然後成交量從600億到688億 到今天已經來到了703億 是連續兩天向上去做一個量增 外資的設局或者是說外資的布局 觀眾朋友 你有看懂嗎 為什麼要特別跟大家提這個事情 如果你現在你才在看 夏老師的節目的話 我希望今天這一集 今天這一集你可以做筆記的你做筆記 你如果能夠把它看完 至少你要把它看完啦 因為今天夏老師要跟大家講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怎麼說 因為這跟這個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連續兩天拉尾盤 連續兩天量能增加 這個有一個非常高的相關性 怎麼講 你要先把夏老師跟你講的結論把它記起來 結論是什麼 這個時候我知道 反正你的心態就是 反正明天收完盤 那個英國就開始投票啦 禮拜五開盤之前 大概就可以知道一個結果啦 所以夏老師今天要先跟大家講 禮拜五的事情 好 禮拜五喔 你說老師 這有什麼好講的 每個分析師都講說 反正不會脫歐 然後利多大漲 這個地方要積極做進場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這樣子想對不對 好 但是我今天 我要跟大家特別提這個事情 你至少你要把這個結論 你要先把它記起來 什麼事情 禮拜五衝高 如果有衝高的話 千萬不要追降 千萬不要追降 好 為什麼這樣子講 觀眾朋友我們這個地方 可以分成幾個要點來做觀察 我們先來看這個部分 前波高點叫8754對不對 那8754為什麼跌到8476 這個波段為什麼跌277點 觀眾朋友你還記得嗎 就上個禮拜的事情 應該沒有忘得這麼快啦 那個時候就是 這是禮拜五喔 然後禮拜六 禮拜天 公布了一個民調 然後說脫歐的 贊成脫離歐洲的人數比較多 那個比例比較高 結果禮拜一台北股市 就跌了179點對不對 好 但這個部分基本上 當時這裡是因為脫歐而下跌 觀眾朋友這個時候來到哪裡了 這個時候今天收盤價 叫做8716點 離前波那個因為 所謂的一個脫歐的因素 跌下來的高點差幾點 差大概40點左右的空間 所以你稍微觀察一下 就是說原本他就是留在歐洲 他原本就是歐盟的成員嘛 所以他如果留在歐洲 這個叫做原本就是維持現狀 他並不算是一個特別大的利多 好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一個過程 搭配上說原本因為這樣子的因素 下跌跌下來的 他已經把他補回來了 所以來到這個位置 即便說他是如我們跟大家所提到的 沒有脫離歐洲持續留在歐盟 他也不會是一個大的利多 但是我剛剛跟大家提到嘛 這個地方外資 他其實是有他的陰謀存在 怎麼講 因為很多人都在等那個 禮拜五結果出來之後 要進場買股票對不對 那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你說他為什麼要一直推指數 很簡單嘛 因為他手中有5萬多口的一個多單 對不對 那來到這個位置 禮拜五如果有很多人 跳進來做承接的話 這代表什麼事情 這個代表說他那個時候要出 他是出得掉的喔 因為很多人都要等這個時候 才要去做進場嘛 所以他那個時候他進可攻退可守 你如果要繼續往上推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那就繼續讓他往上推嘛 反正他的多單也賺錢 股票也賺錢 然後你們大家都追在高點 對不對 然後如果他要砍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因為有人會去做承接啊 所以過去這兩天為什麼量增 因為他要不斷地把指數 或者是把行情往上去嘎嘎到一個 一個相對高點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原則上這樣子的一個訊息出來之後 他其實很容易開高走低喔 或者說直接往下跌喔 因為你畢竟從技術面的角度來看 他其實都有一個向下修正的空間 我這樣稍微講一下啦 如果你要知道更詳細的 或者是你記不起來 你就參閱明天的關鍵早報 或者是你現在你就下載 我們亨達的APP 謝老師都會在那個當中 去跟大家做一個比較詳盡的解釋 好 但是講到這裡 觀眾朋友你會講說 那老師這個地方不就代表說 那就沒有行情可以做了 也不是啊 因為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它一直是一個多頭架構 對不對 我從上個禮拜其實就跟大家提到 你不論就突破下降壓力線的角度 不論就外資的期貨角度 不論就整個所謂的一個KD指標的角度 它這個地方絕對都還有往上的一個空間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往上它也不是說 它我們一定要每天都往上漲嘛 我舉個例子喔 因為你看到這是週限 你看這個從7207漲上來到8871的過程裡面 它有沒有遇到跌的時候 有啊 這裡是不是一根長黑 它跌了一個禮拜 對不對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一根長黑 然後這一波漲了1041點 這裡是不是也有修正的時間點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的是在於說 簡單來講 行情是一個多方架構沒有錯 但是你會不會進場的時候 你剛好遇到修正的時間點 這個機會其實是滿高的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現階段行情是多頭沒有錯 但是你必須要留意 你追高的一個風險 所以這個時間點行情很複雜 我為什麼剛剛跟大家提到說 你要特別把今天的節目 你一定要把它看完 因為後續的行情會很 那個行情操作會很複雜 所以如果說這一波 你是謝老師剛剛所提到的 你要等到那個結果出來之後 你才要去做進場的 我希望觀眾朋友 你不要自己單打獨鬥 你跟著謝老師的團隊 在這一波行情當中 一起來做操作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既然說選股的難度升高 這個時候你一定要找好的股票 而不是市場當中那個比較熱門的股票 怎麼講 我們先來看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引用一句大師的名言 這位大師叫做Benjamin Graham 這是誰呢 這叫證券分析之父 如果這樣講你說 老師也太誇大了 我告訴各位 你認識股神巴菲特嗎 認識嘛 對不對 他的師父是誰 他說他的師父是誰 他的師父就叫做格拉罕 好 所以他提到什麼事情 他說股價短線叫做投票機 短線叫做投票機 長線叫做體重機 你說老師 這什麼意思 投票機其實很簡單嘛 就跟我們選那個美女一樣 選那個選美一樣 就是你那個短線上面 什麼股價走勢會最強 就是大家都認同 大家都喜歡的那個 就是應該說比較多人認同 就是你看盤面上1000多檔股票 有沒有可能只長一個族群 不會嘛 對不對 但是那個最強的族群為什麼 就是那個最多人認同的那個族群 所以他叫做投票機 因為就是大家投票嘛 我最喜歡做什麼樣的股票 那個股價就會最強 但是你長期來看 長期你必須要回歸到體重機 什麼叫做體重機 就譬如說你看謝老師的身材 你覺得我幾公斤 我們當然對體重會稍微關注一下 有時候會覺得說自己好像瘦了一點 但是有沒有時候 你自己站上體重機你就知道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部分簡單來講 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 股價它最終它會反映它的合理價格 所以這個時間點既然操作難度高 你就不是要去追那個 每天股價漲停板 或者說是那個所謂短線上 今天媒體頭條要報什麼 今天股價漲什麼 你就去追什麼 這樣子叫不對的 這個你做的叫做投票機 那你說老師我追投票機可以啊 問題是這個時候 你可能追在短線的高檔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是找一檔股票 你是衡量它的真實價值 現階段它的股價在它的真實價格以下 這個你操作起來就安心了嘛 第一個它短線上面 它有可能是市場矚目的焦點啊 對不對 那同時它又要反映它的真實價格 所以那股價它會一路往上去走嘛 對不對 我想最好的例子是什麼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們剛剛節目 一開始跟大家提到的 這一檔個股叫做4968的利基 好 我知道講到這裡 你會說老師 我都看了一天的節目了 每個投顧老師都有利基啊 對 我知道股價漲停板 因為尤其今天漲停板不多 看起來上市加上跪16家漲停板 對不對 好 但是你看大部分的股票 都是你大概你不會去碰的股票啦 對不對 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一個股票啊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 就是說這個時候大家都講有 但是要比的是什麼 第一個你有沒有買嘛 對不對 你折訊拿不拿得出來 第二個是比誰的買點最好嘛 今天會有很多人跟你講說 或者是你的老師 甚至你自己操作 你今天會做在什麼樣的地方 你過去看夏老師的節目 你可能猜到這檔股票是什麼 那你在今天看他股價發動了 好啦 你的老師帶你買 或者是你自己買 了不起啦 讓你買65塊好不好 今天最低645嘛 對不對 讓你買65塊 66塊 甚至追67塊 有沒有賺錢 收盤收在漲停板 69塊6 當然都有賺錢 對不對 但是我剛剛講啦 第一個你要比的是誰的買點比較好 第二個你要真實有進場去做操作嘛 所以我們先來看訊息 今天有誰拿得出利基的訊息 我相信今天有叫你買的 大概也不敢拿啦 因為都追高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什麼時候做的 我們是在6月20號 也就是這個禮拜一 好 請導播幫我們帶得近一點 這檔股票叫利基店 4968嘛 對不對 請掛價64塊1建立基本持股 主要的大客戶是三星 好 這個部分我稍待 我跟大家去做一個介紹 所以你看這個部分 基本上你回過頭來看 當初這幾天 其實這個禮拜 我都在跟大家提到一檔個股對不對 我當時提到說 我認為這一檔股票會循神盾模式發展 循神盾模式發展 第一個 它營收有創高 第二個 它的一個營收有創高嘛 第三季進入旺季 加上說它主要的出貨動能 也是出貨給三星 所以是不是符合了我們剛剛跟大家 所提到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回過頭來看 因為當時我們用的是周線圖 所以你把這個周線圖打開來看的話 是不是這檔股票 對不對 是不是這檔股票 就是我們蓋的這檔個股嘛 對不對 最低點55塊 它留了一個下影線 不就是在這個地方嗎 不就是在這個地方嗎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一個股價走勢 基本上我不是要告訴你說 你跟著我做 你能夠賺到多少錢 我是希望觀眾朋友 你看到的是謝老師的堅持 堅持什麼東西 我們只找那個優持的股票 因為我認同這一句話 叫做股價長限式體重期 它反映的是你股票的真實價值 這個人他是巴菲特的師傅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希望觀眾朋友看到的 不是我的標的 而是我對於選好的股票的堅持 這個也是謝老師的信念 因為我認為說每一檔 每一檔個股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不敢講我每一檔股票 他馬上買了都會馬上漲 但是如果說一檔股票讓你大商 讓你大賠 你會翻不了身 所以你一定要找好的股票 他至少他能夠回到 你當初布局的位置 甚至讓你小賺去做出托 你不會受重傷 但是今天如果你選到投機的股票 炒作的股票一波回檔下來 你買在最高點 你可能接下來好幾年 你都沒有辦法再投入股市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當時我為什麼會這樣子去做挑選 就如同我昨天測標 我跟大家提到的 三星的概念叫做短見聚焦 所以我有沒有從三星的角度出發 當然有嘛 我說如果蘋果賣不好的話 那誰的機會 這個Mark需要介紹嗎 這個Mark應該知道哪一家公司嘛 就是三星對不對 好 你看這一波 很多人跟你講台積電 但是你看三星的一個股價 他從當初1月份的低點叫做108萬8千韓緩 聽起來很誇張啦 問題是他們的那個幣值是這樣子嘛 漲到多少 漲到今天剛好創新高啦 最高點是大概多少 145萬韓緩 今年漲了37萬 今年漲多少 漲了34% 台積電漲多少 台積電漲27% 所以你看到差別了嗎 為什麼三星可以這麼強 你說它的晶圓代工有沒有比台積電強 我告訴各位絕對沒有 但是你說它其他部分 它有沒有比台積電更好的部分 有啊 它有半導體啊 它有電視啊 它有手機啊 尤其是它的手機賣得特別好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立基電供貨給誰 我再講一次 叫做供貨給三星嘛 所以你看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的操作邏輯 不都是從這個角度來做出發 我想不只是立基電啊 包括了我們過去 跟大家所提到的神盾 你看我這一波一路以來 跟大家分析的 不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消息 對不對 6月3號告訴你說 它會打入三星A5的供應鏈 後續有機會出貨S系列 S系列是三星的一個旗艦機種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包括當時後續的新聞面 是不是驗證我們當時 對於這檔個股的研究 這個叫做研究啊 今天不是說拿一檔 拿一檔股票的那個新聞出來 就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叫做基本面 它基本面有多好 沒有耶 我們還預告在新聞前面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接下來的一個股價 包括6月4號 那一天禮拜六台北股市獨家開盤 我說5月營收我們拭目以待 對不對 結果你看到營收怎麼表現 1.66億叫做歷史自高 歷史新高在去年的8月份 2.05億 但是你可以發現 它其實沒有差距多少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以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做觀察 包括我們產業領先 在消息面的前面 我們的營收掌握 領先在消息面的前面 這個才叫做專業 這個才叫做基本面 不像很多人講的什麼 基本面不如一碗泡麵 今天你如果去找到一檔 股價低估的股票 它股價最終會反映它的合理價格 它的股價走勢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過去這一段時間 6月13號神盾股價公道漲0百 當天大盤大跌179點 我告訴各位真金不怕火煉 那時候你可能覺得 這股票不會再漲了 結果後續14號創新高 15號拉回 16號再創新高 17號再創新高 然後一路到了20號 這檔股價其實盤中 再創波段的一個新高 雖然說過去這兩天 它的股價是呈現壓回 但是我們要來看 這個是我們過去 跟大家所提到的成交上分布 我們把它把顏色標出來 可能比較清楚一點 黃色這個就是大量區嘛 謝老師沒有多加 這個你大概稍微看一下 那個成交上分布的狀況 你就會知道這個地方 成交上最大對不對 好 現階段為什麼來到這個地方 會做短線整理 因為它來到上方 成交上最大的一個地方對不對 但是這個股票會不會 因為這樣就結束了 你看這裡的套牢量只有這樣子 底部量的成交上是這樣子 你覺得這會上去還下去 好 問題來了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它第二波 如果你第一波沒有跟到 一樣我們這個地方 一樣是給大家看過訊息嘛 對不對 包括了當初141塊的一個做進場 對不對 這是神盾 然後包括接下來在148塊去做加碼 所以這個部分基本上 我們當然是有基本部位做存在 我們同時也有做加碼單的一個操作 如果你錯過了前面 我們對於這個基本單的一個操作的話 這個時候打回來 什麼地方是第二波的買點 觀眾朋友你要跟著我們掌握啊 好 這兩個股 它是不是同樣是三星概念股 所以你看我們的邏輯一路以來 都是跟大家提到這樣子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包括了像是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利基 我說它會尋神盾模式發展 它有沒有股價有沒有還謝老師公道 我相信過去這幾天 你剛好打電話進來的一個投資朋友 你加入我們的會員 然後謝老師告訴你說你去買利基店 買在哪裡 謝老師必須要告訴各位 我們是買在6月20號 那一天是禮拜三 所以我剛剛是跟大家提到說 當大家都有的時候 第一個你有沒有買嘛 我們有訊息為證對不對 第二個是你買點買在哪裡 這檔股票它不是新掛牌的股票 這一波從91塊半跌到55塊 跌了36塊半 那股價幾乎快腰斬了對不對 但是這個波段我沒有帶你買過 然後後續做整理 你說老師整理這時間那麼長 如果買起來等不是很辛苦 謝老師也沒有讓你買起來等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地方買的 對不對 這個位置叫做6月20號 結果你看這麼巧合 謝老師進場之後 外資連續3天在做買超 跟謝老師進場的那個時間是一樣的 你看這一波從91塊半跌下來 你哪一天看過外資是連續3天的買超 好像沒有看到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謝老師進場 外資同時也進場 謝老師沒有內線 我們因為我們研究的基本面 我跟... 因為我們也是法人出身嘛 我們知道大概法人在想的概念是什麼 當我們確認這樣的基本面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選擇在同一個時間點當中去做進場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的是在於說 接下來因為這個部分我要告訴大家的 不是說你跟著我你會賺多少錢 而是我們的堅持 我們的邏輯 我希望觀眾朋友你認同的是這個 那更重要的是什麼 更重要的就是我剛剛跟大家提那個大盤那個部分 接下來行情 禮拜五你要記得那個結論 禮拜五衝高千萬不要追 但行情是不是多頭 行情是多頭 接下來操作難度很高 很複雜 所以你不要自己做 你跟著我們的團隊一起來進場到做 所以現階段如果你手中有現金的 那當然很好 你就跟著我們佈局下一檔的持股 或者是包括我們剛剛所提到 這些股票的加碼的機會 如果你現在手中是有股票 但沒有現金的 觀眾朋友 你不要等到 禮拜五你去追高了 或者禮拜五你本來想說 大漲我不要出 結果股價要套下來 你那個一套可能要套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 所以我希望觀眾朋友 這個時候你不會調整持股的 是好是在這關鍵時刻 我們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開放三個名額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做持股調整的 沒關係 打電話進來 辦好手續 夏老師會親自在這兩天 帶你做持股調整的一個動作 廣告當中撥個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個聯絡 第二階段節目回來 還有什麼樣的個股 值得你做特別留意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馬上幫各位做解析 歡迎回到我們的一個節目現場 所以夏老師要再一次特別強調 原則上禮拜五 明天的行情已經不重要了啦 禮拜五的行情 如果有往上衝高 你要聽清楚 有往上衝高 我的講法跟其他分析師不一樣 你不要亂追股票 千萬不要追股票 到底有什麼股票 那個適合的買點 夏老師會帶你去做進場 但你千萬不要自己追 因為這個地方操作是多頭 但是它的難度會變高 它的結構會變得很複雜 所以你要跟上我們的一個研究團隊 你才能夠把握住 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更詳細的那個關於大盤的內容 一樣 你看明天的關鍵早報 在我們公司的網站 或者是你去下載 我們亨達投顧的APP 夏老師都會在盤中 跟大家去做一些即時的提醒 好 我們回過頭來 今天我們剛好在APP裡面 其實我們也寫到嘛 不只是三星概念 還有一個概念什麼 叫做什麼 叫做Type-C 對不對 好 那Type-C的部分 股票我們也跟大家提過了 我就不要多浪費時間提了 這當然是維權店 好 所以今天股價是站上大量區 對不對 兩個大量在這裡 上方的壓力在 上方套牢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你會知道說 這個地方理論上應該是要過嘛 對不對 因為下方的量比較大 所以它在發展什麼 它的一個Type-C開始發酵 所以它的股價是創下新高 包括了翔碩的部分 今天是量是創三個月的新高 你要去想啊 這個股票過去其實套牢到很多人 但是你看 現在成交上都分布在下面對不對 大家都想解套的時候 它成交上創新高 股票是誰接走了 你要想這個問題 它不只是Type-C喔 它還包括VR的一個題材 我希望觀眾朋友一樣 那個第二波的買點 實際上不只是翔碩啦 包括神盾的部分 它的第二波買點在哪裡 你要跟著我們好好一起來做把握 因為這一波的行情 我想我們都是一路以來 我希望觀眾朋友看到的是 夏老師的堅持 我們堅持選好股票 堅持有一個操作邏輯嘛 所以神盾的模式發展 今天股價有沒有還 夏老師公道 訊息你也看了 我們的買點是買在這個位置 買進去之後 外資連續三天的買超 這個叫做專業 所以後續的行情 就如同剛剛夏老師所提到的 行情很複雜 你手中有現金的 你又跟著我們一起來做同步操作 手中有持股沒現金的 你趁著這兩天 讓夏老師好好幫你調整持股 現在打電話進來 前三個名額 夏老師親自幫你調整持股 好好把握這樣的機會 我們節目進行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